如何提升400米,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 400米有两个弯道两个直道组成 起跑就会面临第一个弯道 起步你有充足的体能 可沿起跑线切线位置以200米的速率冲出 在弯道摆壁时,左臂摆动幅度要低于右臂 且身体沿线内倾,刚起步体能充沛 可有效控制姿势,防止窜道采线 出弯道,进入百米直道 这阶段中在控制,不仅控速,更关键控制动作 这时,你的体能会逐渐下降 以及领导选手喘息声,脚步声对你的干扰 这时需要你的专注,不受他人的影响,改变速度和动作 一旦这一阶段跑散了,对体能的消耗极为距离 第三阶段,是全程最痛苦的时候 由于上一阶段是直道,进入弯道后 你的肌肉还是比较放松 这时咬牙坚持利用前面的惯性 将速度提升为最后的冲刺做铺垫 同时,需谨慎强大的离心力导致的串道 最后的冲刺跑,也就是最后一百米 出弯道后,有力早加速 无力则晚加速 但是冲刺一定要拼百分之二百的力量 一切跑动技术都是基于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上 想形成历史性突破 离不开理论和努力的相组相成